各位好,今天是2019年12月6号,星期五 我们今天接着聊一聊《自由中国》杂志 当时的另外一位主笔,夏稻平先生 夏稻平是1907年出生于湖北省大野县 他死于1995年12月23日,也就是接近圣诞节 那么他在中国历史上可能知道的人并不多 尤其是对经济学了解不多 国内的人如果要不关心《自由中国》和雷震案 恐怕都没有怎么听说过夏稻平 那我本人也是很晚才知道夏稻平 大约是在90年代中后期 就是由于阅读有关哈耶克和米赛斯的一些著作 然后看了相关的资料里面涉及到 夏稻平曾经翻译过哈耶克的人类行为 以及米赛斯的人类行为 以及哈耶克的其他的一些著作 那么后来呢是有一次在北京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搞那个华人哈耶克学会 当时认识了一位也是我们同辈的一个湖北的学者 叫夏明 他自我介绍他是夏稻平的孙子 这样的话呢才有这种直接的关联 那么夏稻平他的这个在台湾时候做的这个自由主义方面的思想传播 就是传播米赛斯和哈耶克的这个思想 以及他原来在自由中国 他写的那些评论 社论性的文章 尤其是从一个经济学家的角度来发表的 而且非常的大胆 有一篇文章一开始就是差一点遭受停刊 那么就说明他的这个锋芒虽然是经济学者 他的锋芒是一点不亚于这个英海光 英海光是研究哲学的 就是强调这种自由啊 也是也都是 我觉得是西方自由主义这个思想的传播者 那么夏稻平他小的时候 因为家里边还算是比较富裕的吧 所以从小就能请家庭私塾教师到家里边来上课 所以有一位叫杜欣福 这个是他的老师了 给他奠定了比较好的国学基础 但是他上现代学校 就是接受现代教育 相对来说年龄用今天的标准来看是比较晚 1929年他是以同等学历考入了国立武汉大学文学预科 然后呢两年之后也就是1931年直升武汉大学经济学系 因为他是07年出生嘛 所以呢他是上大学的时候相对来说 按照现在的标准是比较晚了 然后毕业之后就留校担任助教 因为那个时候呢抗战也爆发了 所以呢要跟着武汉大学迁移到重庆 那么他还专门就是投笔从容 这个担任过一段时间的军队的文职教官 就文职军官吧 在洛阳河南的洛阳在军队里边担任文职军官 后来又到重庆 在国民参议会里边有一个叫经济建设策进会 任职是研究室主任 因为参政会的副秘书长雷正 经常主持经济策进会的会议 所以呢雷正对夏道平比较赏识 两个人就成为好友 抗战结束之后 国民政府迁都到南京 夏道平先生呢 也就随着雷正到了南京 经过雷正介绍又认识了胡适先生 1949年国民党政府撤退到台湾 那么1949年11月份 大家都知道胡适和雷正他们 就是若干个有自由思想倾向的人吧 在一起商议要创办一个自由中国的杂志 那么由于胡适人在美国 他身为这个出版人 实际的这个杂志的运行是由雷正先生负责 所以他当然也邀请了夏道平参加这个编委 而且作为一个主要的撰稿人 那么他发表了 夏道平在这个刊物上发表了相当多的文章 自由中国总共出刊是249期 发表了429篇社论 而其中有116篇是夏道平写的 也就是说他一个人写的这个文章呢 就占这个四分之一还要多 占总数的四分之一还要多 那么另外还有他用本名或者笔名翻译的一些著作 翻译的一些文章 一些资料 所以呢有很多都是比较短小精悍的 非常的吸引人 吸引读者 增加知识啊 增加这个开阔人们的视野 1957年有一位他的朋友叫詹少奇 从美国寄给他一本杂志 那本杂志呢是英文的 里边介绍的是米塞斯 反资本主义新进一书的摘要 这样的话就引起了夏道平 对米塞斯他的著作的关注和兴趣 所以他开始着手翻译米塞斯的著作 介绍给台湾 就是华人著 华人读者吧 米塞斯六本英文著作 有三本都是经过夏道平翻译成中文出版的 因为米塞斯的原因 夏道平先生也翻译了哈耶克的著作 就是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 以及威廉·普洛克 他的自由社会的经济学 1960年9月 中华民国政府查禁了 《自由中国》月刊 那么夏道平也就 失去了一个最主要的发表阵地 此后他专心阅读 与翻译哈耶克的文章著作 不再针对政治公开发言 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知道 英海光也受到了严重的打压 那么夏道平呢就是埋头去住宿 翻译 他也不去公众场合去露面 不再发声 所以很多人对他 即便是在台湾对他了解的也不够多 他跟哈耶克的弟子 因为哈耶克的一个关门弟子 叫周德伟 那么这个周德伟是有一个地方 就是他住的地方叫紫图伦 紫藤卢 紫藤卢这个地方呢 经常成为这个自由主义学派 这些学者年轻知识分子 聚会的地方 当然也未必全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 可能是意气比较相投的 能谈得来